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国色芳华开机,杨子步入新的古装旅程,你期待吗? 当我们谈起古装剧时,不得不提杨子这位演员。 他在长相思中的出色表现让观众感到非常满意, 从而引发了他们对他在古装剧中的期待。 于是,一部改编自小说《国色芳华》的古装剧应运而生,杨子将在该剧中扮演何维芳。 故事背景设定在古代社会,何维芳是商户之女, 她通过蒋长阳的帮助摆脱利益、交换的婚姻, 独自前往京城,逐渐展露头角,带领一众女性共同经营方圆与花斋。 她与蒋长阳一起对抗宁王的反动势力,实现了经济实业的转型和保家卫国。 为了挑战这个角色,杨子学习了很多技能。 她不仅学习了古装的穿着和装戎技巧, 还学习了怎样走路,怎样使用道具和如何与其他演员合作。 这一次,她要展示出更加精湛的演技,呈现出何维芳强大的领导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 杨子在采访中表示,对于这个角色,她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她认真阅读了原著小说,深度挖掘人物内心的感受和情感, 在理解角色后,她开始训练各种技能,以确定何维芳的性格特点和态度。 这不仅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剧,更是一部关于事业、家庭和爱情之间平衡关系的故事。 观众希望看到杨子通过她的演技带来的震撼效果, 让观众感受到事业与情感并行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当谈到每个角色的关系时,杨子表示与于朦胧,赵又婷和陈兴旭等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将展示出, 每个角色的特点和情感。 她们不仅有着复杂的情感线,也将展示出她们之间的冲突和合作关系。 国色芳华的开机传闻引起了粉丝们的兴趣。 她们期待着能够看到这部古装剧的每一集,体验剧中人物的生命与情感的真实刻画。 总而言之国色芳华的故事充满了激情和挑战,并以其自身特点而备受关注。 我们期待杨子和她的演员团队通过她们的努力,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